各位听友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 《仙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675集 李源 他说着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那女子比他更快一步 直接进入到那波纹内 二人踏入后 波纹消失 再次变成了寻常的山石 即便神石查看了 也不会看出端倪 一道剑光从远处带着尖锐的呼声而来 在半空略移盘旋 剑光落下 化作一个中年男子 此人盯着尽职之处 轻易一声 谨慎地看了许久 目光一闪 神石散开 环绕四周 发现没有任何异常之后 他眼露奇异之盲 沉吟片刻 此人退后几步 一拍处带 立刻一道白光飞出 落在一旁 化作了一个全身由木块组成的人偶 这人偶身上 刻满了名文与印记 散发阵阵白光 中年男子双手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 一指之下 那木头人偶身子呀 缓缓动了起来 随着他的行动 其身子越加灵活 最终仿若真人一般一跃而去 落入了禁止阵法之内 按照某种顺序 走出几步后 那中年男子 眼中金光一闪 口中轻贺 爆 那人偶身子一颤 其上白光 瞬间浓密 轰得一声 其身子崩溃 形成冲击 波散四周 立刻使得这阵法禁止破散 露出了地面上 被这阵法禁止掩盖住的一个 树杖大小的洞口 中年男子眼中露出喜悦 再次拍了下橱袋 又拿出一具人偶 操控之下 这人偶踏步前行 进入了禁止内 直接跳入洞口 烧情 这男子眼中露出狂喜 毫不犹豫地冲进深坑 至时 他身子刚一进去 便立刻传了一声惨叫 其元神从洞口内一冲而出 带着一丝恐惧 只不过呀 他元神刚一离开洞口 便立刻又被从洞口内飞出的绿影一卷 再次拽回洞内 树杖外的山石波光晃动 李渊与那女子走出 望着前方的漆黑洞口 李渊暗叹了 憋过头去 至于其身边的女子 则是一脸兴奋 快走几步上前 把手伸入洞里 好似在抚摸一物一般 柔声地说道 乖 一会儿再吃一个 咱们就换地方 这一次 在这雷之仙界 一定让你吃饱 有趣 王林身影在不远处 虚幻而出 她本就没有离开 而是以虚幻之相 略做掩饰 在这里 看了一出好戏 那女子面色微变 转过身 盯着突然出现的王林 皱起眉头 正有说谎 此时啊 那李渊上前了一步 站在了女子的身前 冲王林一抱拳 缓声说道 这位道友 之前禁止之事 多有得罪 眼下 和他啰嗦什么 此人修为与我们一样 你我出手 把他旗下 正好喂食我的宠物 那女子冷横中啊 身子向前一踏 拍了下橱带 其手中 立刻多出一把羽扇 一扇之下 这扇子上的羽毛 顿时飞出 带着凌厉的杀鸡 直蹦王林而去 李渊苦笑 右手掐绝 在身前一挥 顿时啊 便有禁止残影出现 相互组合之下 对王林展开了进攻 王林神色如常 目光平静 修到第一步中啊 他堪称绝定 此刻身子向前一迈 右手食指 一弹之中 便有一道浓郁的雷霆出现 轰的一下 直接击中那飞射而来的羽毛上 雷光四散 那羽毛没有丝毫的抵抗之力 顿时崩溃 法宝被毁 连同那迅猛的反阵之力 使得那女子立刻口吐鲜血 身子退后竖部 脸上露出骇人 此刻 王林只不过踏出了一步 相比那羽毛法宝 让王林有些留意的 是那李源的禁止 这禁止一散了 便化作十八道 彼此叠加 紧密相连 这禁止很是诡异 若是单纯 以破解的角度上看 需要耗费一些时间 但此刻是斗法 王林目光一闪 没有去推演破除 而是右手抬起 向着虚空一拍 顿时其体内 雷霆再次出现 化作刺目的雷光 形成了一个虚幻的雷芒掌印 直接奔向十八个 两环叠加的禁止 砰砰树下 十八个禁止 再碰到那雷芒掌印的刹那 仿佛无法承受其上的力量 一一崩溃 一直崩溃到最后一个禁止 那时候掌印还未消散 直接落在了李渊胸前 李渊喷出鲜血 面色苍白 退后几步 睁睁地望着王林 眼中露出不可思议的震惊 此时啊 王林踏出了第二步 这一步直接越过了二人 来到了之前阵法禁止内 那深坑所在 不假思索 王林一眼看去 深坑内 有一团绿色的阴寒之气 在王林低头看去的瞬间 那阴寒之气 漠然飞出 在天空化作一个巨大的骷髅头 散发绿芒之际 一口就向王林吞来 王林目露奇异之芒 轻声道 天鬼 此刻不远处啊 那眼露骇然的女子 尖叫道 吞了他 天鬼化作的骷髅头啊 旗上散出的绿芒 好似把四周的大地 都沾染成了绿色 在他吞噬而来的刹那 王林眉心一闪 因果之鞭刹那出现 此鞭一出啊 便是迅速一抽 那吞来的天鬼 顿时惨叫 骑上散出大量的绿窝 包裹全身 就要后退 王林岂能让此物逃走 身子一动 因果之鞭抽卷之下 立刻便把天鬼 卷起拽回 直接抓住 拍了下锄带 拿出尊魂帆 把这天鬼扔了进去 有了此物 炼制第二个仙位傀儡 把握更大 王林转身啊 目光平静地 看向李源与那女子 那女子眼中露出惊恐 她有些无法想象 此人怎么可能 把家族 饲养了多年的仙灵 极为容易地就抓走了 李源此刻神色极为难看 她刚才看到了王林身边 突然出现的鞭子 立刻倒吸一口气 面色复杂地抱拳道 前辈 我二人 你二人 以这阵法禁止害人 与我无关 但看到我后主动出手 便不能轻饶 王林神色之中啊 看不出喜怒 但话语了 却是让那女子身子一颤 李源更是内心暗叹 前辈 此事是我们胡度 晚辈知晓这雷之仙界 有一处地方 那里极为隐秘 更有禁止存在 想必会有仙宝之物 得对前辈之处 晚辈便以此地平息 她沉吟片刻 望着王林恭敬地说道 此刻她身边的女子 已然没有了锐气 诺诺不敢言 王林似笑非笑地 看了李源一眼 她目光如见 落在李源心中 仿佛看透了其内心 李源脸上 没有半点惊慌 神色更是坦然 没有任何不适 恭敬地说道 前辈也许会疑惑 为何这种地方 晚辈会知晓 又为何 没有去破除禁止而入呢 王林望着李源 此人的心智极高 远非那女子可比 这样的人物绝非寻常 而且之前听她二人交谈 似乎此人是被那女子家族所救 但代价是交出了命魂 不过 王林总是感觉 之前这二人的对话 一直都是这个叫做李源之人在引导 其话语若有所指 李源神色如常 脸上露出诚恳之色 说道 晚辈早年曾偶得一份古图 那图上所画便是这雷之仙界 没有崩溃前的一处禁止之地 此图 晚辈研究了很久 自信 只要那禁止之地尚在 便可找到此地 至于那里的禁止 晚辈也有七成把握 可以破掉 此番进入这里 便是为了这禁止之地 王林不动声色 没有说话 那禁止之地内 若晚辈没有猜错 应该有元气存在 而且是那种保存完整之物 解释 若破开了禁止 前辈可以自行选取一半 此刻 一旁那女子张了张嘴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 王林望着李源 许久之后 他微微一笑 点头说道 可以 不过 说话之际 王林突然抬起右手 虚空一抓之下 立刻那女子身子一颤 居然在其身上 出现了好似 滚破一半的虚眼 立体三寸 这一切 都是在极快的时间内发生 那女子面色苍白 好似失去了 很大的精力一般 我要收取一魂 作为幸福 这虚影眉心呢 凝聚柔和之盟 化作一个光球 被王林一把抓住 收入了储物袋 李源神色如成 内心却极为警惕 眼前之人的心机 欲自己步相上下 此人抽魂 不娶自己 而是选择那葛家女子 莫非 此人看出了什么不成 还有 你之前隐匿身形的禁止方法 徐某很感兴趣 王林目光啊 落在了李源身上 李源沉默片刻 一拍楚戴 拿出一枚预警 宁神烙印许久 交给了王林 说道 前辈既然感兴趣 万辈自然不会吝啬 王林结果遇见 神识一扫 立刻皱起眉头 此时李源虽说低头啊 但余光却是敏锐的 看到了王林 那微不可查的皱眉 内心不由的暗道 此人修为 很是诡异 对于禁止人 也极为了解 不然之前 也不会看出破绽 不过 即便此人再了解 也不可能看破 我的禁止之术 想起自己禁止的来历 李源心中 有些低落 这预见内的禁止 王林的确看不明白 以他对于禁止的掌握 乍一看此禁止的 种种神通 顿时有种 看不清头绪的感觉 这禁止 与他所学 有着明显的区别 甚至其内 也并非是先禁之术 这禁止 一旦参详 便会脑中出现 十八尊 巨大的塑像 彼此交错之下 立刻便会让 参详者 心神俱正 王林收回神识 他虽说看不透 但却在这禁止上 找到了一丝 眼熟的迹象 没有点破 王林把这预见收起 平缓地说道 带路 李源连忙点头 来到那葛迅女子身边 想要搀扶一把 但却被那女子 袖子一甩 清横中 独自化作剑光 直奔远处而去 李源也不介意 向王林一抱拳 脚下声芒 飞向天空 王林在后面 不急不虚地跟随 目光时而闪烁 在前方李源的身上打量 此人话语之中 怕是真假军有 此刻我倒是怀疑 此人是不是在之前 第一次看到我时 便已经计算好了这一切 若真是如此 这李源的心机 也太过深沉 王林性格之中 便有多疑 这李源尽管看起来平常 但与之交谈之中 王林却总是感觉 透着神秘 若此人所说 全部属实道也罢了 一旦若是有所虚假 御途对我不利 说不得 只有先把这二人杀了 王林双目开合中 把杀鸡隐藏得极深 那葛姓女子 内心颇为不愤 一肚子的怨气 但却不敢对王林发泄 只是对着李源 却是心中怨恨 若不是这李源尽致有问题 如何会把那人引来 我的仙灵才刚刚养成 与元神沟通 就这样被那人擒住 况且那人既然要信我 为何只取我魂 而不取那李源之魂 格姓女子越想 内心便越是对李源怨恨 就在这时 乃李源飞到女子身边 目望前方 口中说道 我记忆中那处地方 并非是在这片大陆 需要经过那雷光区域 方可寻找得到 格姓女子冷恨 没有说话 但忽然 其心神之中传来李源的声音 格姑娘 我现在已禁止包裹了神石 所说之话 那人不会察觉 此人之前听到了你我的对话 知晓我命魂在姑娘家族手中 只要掌握了你 便等于掌握了我二人 不过姑娘放心 李源地会想办法 把你的魂缩回的 李源的声音极为谨慎 但却透出真诚与决心 格姓女子虽说冷恨 但内心却是多少平复了一些 显然对于李源的解释 有了一定的认可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